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方李邦琴 故乡他乡我为金粮 掌声送给方李邦琴女士 有请她上台 方李邦琴女士为增进中美两国的友好交流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也相信她的人生经历 也会给我们提供励志性的启示 如果中国是我的生母 美国就是我的养母 中美关系的和谐 对我来说就是两个母亲的和谐 也是我一生的愿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